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你是谁啊 我是小宇啊 刚才还那么亲呢 现在就不认识她 你怎么可能是小宇 你为什么会在我车上 你把我带车上来的 哎呀别废话了 还走不走 去哪儿啊 去哪儿 去你家呀 去宾馆也行 若宇 肯定不是你想的呀 跟大运应该没什么关系 就 西川你别说了 你说得对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我凭什么管他呀 明州男人都靠不住 我确实还相信 他会是那个例外 我怎么那么傻呢 不是 下车 你们有钱的臭男人都一个样 恨不得女人招之机 来挥之继续的 什么北漂房客王 呸 我刹那 你会aza 我是 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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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ha 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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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吗 小羽 若宇睡了 我们都睡了 小羽 小羽 你听我说啊 如果刚才有一个女的接电话 不管她说什么你都不要信 我刚才喝多睡着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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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接了接了接了 你听见大羽说什么了吗 小羽接了一个女的电话 可那会儿大羽已经睡着了 这证明什么呀 我恰致这么一顺 证明大羽肯定是跟那女的有事 肯定是有事 这可能是有误会 这怎么能是误会呢 那有真实误会 那你说我怎么就遇不见见 是想念的误会呢 肯定是大羽干了什么 然后让小羽抓他 肯定是有事 无聊 肯定有事 都说了 已经睡了 你不休息 别人还要休息呢 我 我 是 事 我 想宽 些人 小浜 昨天晚上车听就拔街了 坐一天车 这车真不错 还有自动玻璃 还有点音器呢 那个 昨天晚上的事了 我这个 我知道 你喝多了 睡着了 放心吧 他什么都没说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就是你昨天半夜 瞧我们想要跟我说的话 余彭月 你会不会自我感觉 太良好了一点啊 如果你现在脑子没清醒 麻烦你下去清醒一点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他趁我睡着的时候 才接着电话 这么跟你说吧 昨天晚上我们俩在车里 滚 现在马上给我滚 下去 你冷静 不是在车里 是在街上 滚 余彭月 不是 滚 下去 不是 不是 小雨 不是 我是不是在街上 在哪儿 我在哪儿啊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 哎 晓宇 哎 晓宇 什么呀 你要辞职 对 我要辞职 为什么呀 你 就因为昨天的事啊 小雨 我跟高培妇去酒吧 目的 就是为了帮周妍 找给她下药的证据 那俩女的见过菲菲 但死活就不说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马上就要 套出话来了 你就出现了 真的 我一点不骗你 劈头盖脸 你跟我一顿说 你说你 一点跟我解释的机会 都没有 你走了之后 我就郁闷多喝了几杯 后来就喝多了 醒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跟那女的在那车里 但是 但是我什么都没干啊 对 你什么都没干 孤男寡女 大半夜在车里 属星星呢 真的我是喝多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我给你保证 我绝对没有做过 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你可以调查 我凭什么调查呀 你的私事 我没有全力干涉 你也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你的事跟我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余总 信放这儿了 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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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永远 在那里 和我 都不一样 说得好像挺潇洒的 但总是感觉言不由衷了 有的时候离开 也算是一种选择吧 看得出来 比方越喜欢你 你也喜欢她 但有的时候 互相喜欢的人离得太近 也未必是几好事 我以后不会再喜欢她了 为什么 我算了 我不问了 祝你有一天找到一个 真正喜欢的人 连周岩那么老实的人 就会跟菲菲不清不楚的 还有谁值得信任啊 连信任都没有 还谈什么喜欢不喜欢 是啊 亲情不靠谱 爱情不靠谱 就连友情 也不见得靠谱 对了 别忘了带薰卡 人都不在了 还要她干吗 人都不在了 还要她干吗 好 反正大家以后还住在一起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接跟我说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一眼的那眼 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好 刚才我等红灯 前面的倒车 直接撞我保引杆上 下车嫩高我追尾 幸亏我开这行车记录仪呢 要不然非得被这帮碰瓷而冤枉死 这行车记录仪还真定管用 鲁鱼 你就真的不能原谅大鱼了 这要是周延你会原谅她吗 那我当然 是不会原谅她 这不就完了 最烦恼的战画热草 谁啊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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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烦我 不是小雨 我找到证明我清白的证据了 我车上行车记录仪 双向的 昨天晚上是一直开着呢 你看一看你就知道我没骗你了 快 给小雨看看 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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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看一眼 既然她敢拿过来 就说明她没有说谎 不过就算她没干什么出国的事 这里面的东西不见得好看到哪去 看一眼吧 我就说了 大鱼她不是那种人 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就算有误会 那是她的问题 她干嘛去那种地方 还跟一个女的醉醺醺醺的在车里 早晚得出事 那你到底原不原谅她 人还在门口等着呢 你看了没有吧 我没骗你吧 是不是 不是 你就原谅我吧 你让我进去吧 我若宇说了 这东西啊 我们可不看 她看了以后啊 长真眼 走呀 你瞎说什么了 你就原谅我吧 小雨我没骗你 真的没骗你 你看看你看看 不是我说啊大鱼 这若宇原不原谅你有那么重要吗 你俩啥关系啊 充其量不就是个 室友 同学 撑死了算个好朋友吧 他原不原谅你有那么重要吗 谁说的 他在我心里可不仅仅是室友同学好朋友 我 我喜欢他 我爱他 我宠他 我尊重他 我包容他 我理解他 我想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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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我的生命 再说了 我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小雨 你就相信我 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接受我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等到你接受的那一天 我要是骗你的话 我就被 被拼成腰串我 诶 谁让你当着紫衫的面说这些 你赶紧都走 我不走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让我进去给你解除姑奶奶 我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让我进去吧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真的 我真的没骗你 我知道你讨厌男人去那种地方 我向你保障 我今后没有你的允许 我绝对不会去 而且我也知道你有一个心结 你不想像你妈妈一样 被自己喜欢的人伤害和欺骗 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爱情 不相信别人 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呀 我可以一直排着你 真的 我可以一直排着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是谁告诉你的 王叔叔 是他教你跟我说这些的对不对 是不是他让你来当说客的 他拿我给你做了什么交易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不是 我误会了 王叔叔他人多没有 我不想听 你 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 来 于庞宇 你给我走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不 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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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晓宇 不 不 这 怎么了 刚刚不说得好好的 怎么又聊崩了 这个于碰鱼 居然背着我跟那个人联系 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还口口声声说他喜欢我 关键我还信了 我怎么那么傻呀我 若鱼啊 这真不怪我说你啊 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有点太敏感了 我看大鱼刚刚挺真诚的 而且他是真心喜欢你的 谁看不出来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和你爸有联系 那怎么能够证明 他就跟你爸串通一气 何其回来骗你呢 要多按你这种逻辑想问题的话 他世界上就没有可值得相信的人了 那人和人之间要都值得行人 那还要法律干嘛 信人不如信己 反正我现在挂好我自己的就完了 你真的 行 我不说你了 这事我管不了 反正啊不管你相不相信别人 我最相信我们家周延 谁啊 肯定是那个死羊子 他又忘带钥匙了 我这给他开门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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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羊子 你好 您是哪位啊 你好 我想找一下周延 周延 有人找 周延 你怎么了 周延 周延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不要抛弃我一个人 你听我说 做了一个梦 可能整个世界上就摔下了我一个人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不想一个人活着 我求你啊 我知道我不该出现在这儿 也不该打扰你和周延 是 不能没有他 你以后 我怀了周延的孩子 快别跑啊 我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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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窮人吗 不是 我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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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你来干嘛呀 不说了不想见您走 走一把起来 别动了 别生气 咱们俩先放一放 如今外地当前 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 一起对外呀 我跟你说 你这个时候劝紫禅她 肯定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事绝对有蹊跷 我怀疑 这一定是菲菲一个人 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目的 就是为了恐怕 只要利用周园 你说这也有什么用呀 不用你说我都能操 她的关键是证据 咱俩只虽忘了一个问题 你好好想一想 就那干嘛瘦的菲菲 她一个人 那马混了那周园托酒店去 怎么可能呢 肯定有人帮忙啊 咱们俩之前 去酒吧打听了吧 但并没有去酒店打听 到那个地方一定能有些收获 那你还愣着干嘛 咱们来看剧啊 等等等等 先说说咱俩的事 这样 我照顾一下啊 我去找证据 你呢 原谅我 咱俩重用于好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提条件了 我再也不提条件了 对不起我 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儿啊 谭云 紫 紫珊 你还有脸提紫珊 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理由 别赶紧出去 回头等我消息 别再让我见到你们俩 走 好 给我出去 出去 别让我看到你俩 张颜 没事的 紫珊 一定能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进来 为了你姐妹的事我都快跑端腿了 说吧怎么样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周延当时就被迷倒了 是一个叫Tony的酒吧服务员 直接给背进去的 然后呢 然后我直接找高陪夫去了 高陪夫你找什么高陪夫啊 你该找那个Tony 这种地方高陪夫不比咱们清楚啊 我要直接找Tony的话 不得打草精神啊 是不是 那高陪夫说什么 不是 这个高陪夫就说 他 说什么呀你 他 他说要让咱俩演场戏 演什么戏啊 是这样啊 高陪夫觉得 Tony跟菲菲 他们俩串通好了给咒烟下药 如果直接找Tony的话 他肯定不会说呀 所以就 你知道吧咱俩的演场戏 你养个新君女 我我养个成功男 你把我约到酒吧里去 然后去找Tony 你说你把他晕倒 晕倒之后我就生命 就煮成熟 生命煮成熟 就真的是这么说的 你碰碰你成心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就为了紫山着想 真的真的 你想啊 这事要不搞清楚的 咱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对不对 我找别人又不合适 我只能找你对不对 紫山我真没想 占你姐姐便宜的意思啊 真不是你出的搜主意啊 真不是我出的搜主意 就是高陪傅出的 主意虽然搜了点 但好用啊 你想想你就替人紫山 考虑一下 出去 你看我话子说到这份上 你怎么还是 你不出去我怎么换衣服呀 那我出去干嘛 我 我转过去就行了 你换你的 彭运 哎 走吧 等会儿 干嘛去呢这样 缺业店啊 穿成这样 缺业店也是扑法去啊 怎么了 不是你看看你这鞋 看看这衣服这颜色 再看你这发型 麻烦你啊大姐 咱俩是去演戏去了 你敬业点好不好 你喜欢那种造型我不会 什么叫我喜欢这造型 得了得了 还是交给我吧 我来帮你打扮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Bizelaine Come on Everybody's true, true 看看喝点什么 一杯Cosmo Pond 记得加清柠檬 好的 Tony在吗 不不不不 您稍等 什么酒啊 度数太高我可不会喝 还死于光明 你从哪儿弄得这身行动啊 上次派我要胜着 你别说穿你身份被儿漂亮 我跟你说 我可没有做过这份差事 要是演砸了我可不负责 怎么能叫演啊 你这简直就是天生努志 你不知道 从我这这么看啊 这大肠腿这肤色这气质 你往这儿一站 你旁边这些阴阴阴阴 往哪儿放啊 全场的灯光 都暗然失色 我跟你说你天生 就是为一点而生的 你不知道 哎于彭于 你怎么说话呢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哎呀跟你开玩笑了 别来了忍了啊 可思不花了 请您我 听我同事说 您好像在找我 没错 想请你帮个忙 只要能帮到您 尽管吩咐 我想要弄醉一个人 这个好办啊 男生还是女生啊 男生的话你就多灌他几位 女生的话就点一些甜度高的酒 喝着喝着就醉了 要这么简单的话我找你个妈呀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在那儿装糊涂的 你直接问他 有没有那种 喝一口就醉的酒 这个就得看 个人酒量了吧 有的人吧 你想他喝一点啤酒也会晕 有的人呢 喝两瓶白酒也不会醉啊 要是不知道这个人酒量怎么样 这个忙我帮不了您啊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 您就别为难我了 姑奶奶这个时候你还不全押上去 你们别废话了 我的好朋友菲菲呢 跟我说过你有这个本事 看来也是图有虚名了 还想着说给你拿一份大的 既然你自己不要 那也就愿不得我了 行了 帮我买单 剩下的就当作是小鱼 喂 之前不是这么安排的 你赶紧回去啊 你别走了 赶紧回去 三 二 谢谢 陈云 你刚才怎么不按剧本走 万一出错了怎么办 我有改编权 不行吗 行 你厉害 那个 把衣服脱了 干吗 脱了 干吗呀 我穿上这样我怎么见人啊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 这事总算搞清楚了 你说这个菲菲啊 真让别人给周妍酒里瞎药 真能做得出来呀 这样一来就证明 菲菲一定在说谎 按照酒吧那个Tony说的 吃了这种药的人 就会一直想睡觉 根本就不会爬起来干那种事 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菲菲发给周妍的B超报告 一定是假的 没错 那怎么证明这报告就是假的呀 那报告在你手上吗 我刚专业要了一份 走 咱俩现在去医院 找专业人士问问 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吗 你真棒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连医生都觉着这报告有问题 上面写的是怀孕六周 可这图片上明明写的是十二周 这就说明菲菲她早就怀孕了 这孩子压根就不是周妍了 就是啊 就是啊 大雨 王雨 怎么穿成这样 那个 你管人家穿成什么样的 你你你过来干嘛呀 我这两天不是吃东西闹肚子吗 我过来看看鸡人 那不跟你们说了 我上头了 赶紧去吧 你憋不住了 哎 靠北傅 啊 什么事 过来 你快说 你过来 你去到这儿说吧 我憋不住 快点 今天这招是你帮她想的吗 嗨 别害了什么主意 我不知道我今儿一天都没见她 我憋不住了 我走了啊 不是 余彭月 你又骗我 哈哈 我这不是怕耽误正事吗 不是故意的 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小心吗 余彭月我可以原谅你一次 但我不能允许你一而再再而散 那挑战我的底线 对 没错 没错 让 哎 哎 你看这穿着我衣服还在这这这这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啊 谁啊 谁啊 开门 小雨 大雨 程伟伟 这场戏你还要演多久 演够了吗 我不等会儿你再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啊 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你根本就是在骗周妍 你跟酒吧的那个通尼串通好的 往周妍的酒底下药 这让他以为跟你酒后发生了关系 其实你早就怀孕了 你怀孕了三个月不是一个月 那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妍的 小雨 大雨 你们说是真的 周妍这说的不是真的 这当然是真的 我们特意让医生 看了这份检查报告 明确确认 这就是怀孕十二周的报告 而且桃尼已经亲口承认了 就是你花钱让他帮的这个忙 我已经拍照取证了 明天我就交给警察 你再想说的话不用跟我说 去找警察去 周妍你听我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局好不好 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 我是怀孕十二周的孩子 但是他不要我了 我没有积蓄 我没有工作 不过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是我在这个城市 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连你也失去 才做这样的傻事的案件 我只想跟你谈谈 实施过日子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真的都不要了 我也不会再站着你 求你不要送我去公安局好不好 好好好 你 你就心情很好 饶了我行不行 我知道周妍她都听你的 你不要把我送去公安局 好好好 你大人不进小人过 你就饶了我 最近高派部的事 你都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你说我一分 你帮帮我吧 咱们都是女人 你能理解我当初被抛弃的时候 我有多恐惧 有多害怕吗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我承认我错了 但我只想过一分 我只想过去公安 你自己也想过去公安 你怎样 我本来就想过去公安 你现在要把自己的家人 在家人家里面 在家人家里面 你不能再来 我没了 你呢 你现在不想过去公安 我怎么这么说 我本来的家人 你不是那些人 你就是那天 我本来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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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朋友 紫珊 紫珊 是我 周妍 别瞧了 我们已经睡了 对不起啊 那我明天再来 晚安 真相已经大白了 干嘛还不理人家 如雨 那天你突然提醒我 让我小心周妍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 太阔菲菲的事情了 紫珊 今天事情除了我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紫珊 你千万别多想 我们就想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再告诉你 你放心吧 我没有生你们的气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周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她爸告诉你之后 你误会她生她的气 可是这样我只会更误会她 还更胜她的气 之前你跟我说男人不可信 我还不以为然 现在想想 还真是这样 这么长时间 她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甚至连一句我喜欢你 都没有说过 我有时候在想 我在她心里到底算什么 除了这件事 她第一反应 不是信任我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选择和我一起面对 而是选择逃避我 欺骗我 把我蒙在鼓里 因为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她以后还会骗我 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既然还没有想好 那就冷静一下 冷眼看看 你喜欢的这个男人 到底还有没有的药可救 到底还有没有的药可救 你别高兴太早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送你一句话 孙猴子再神通广大 他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江还是老的辣 谁是老江 谁是孙猴子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些人 真搞不懂你们 有话不知说 非得兜圈子 小花你懂什么 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开花喽 你们这些老年人 都别愣着呀 说说 你们也都跟了我很长时间了 也都算是老人了 废话少说 这件事 到底干不干 叶总 去别人网站场 发布假方言信息 这事 有点过了吧 老金 你这 之前造谣造的 比谁都还 这让你发布个假方言信息 这犹犹豫豫豫的 造谣归造谣 再怎么波及 也影响不到我们自己 这假方言信息吧 万一人家报复 到我们网站上去 也来发布假消息 这上级一千 只准八百啊 不值当 有句话 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放 难忘以非其道 你说过吗 简单点说啊 就是你们没有和他们正面 在打过交道 对他们不了解 而我 对他们很熟悉 你们放心 以这帮小兔仔的脾气秉性 他们绝对不会想透 出这种阴招 我是说啊 他们绝对不会以牙还牙 报复我们 就算他们这么干 我也背着后手 嗯 我就是要故意讹个行专门 让他们知道 什么才是姜还是老的辣 来 别转 坦诚 坦诚 你们开立会要叫着我干嘛呀 我有这时间 我去试试两家餐厅不好吗 真是 黄月哥哥说了 平时开会你可以不在 月立会你必须在 月 等一下 等一下 他那么一说 你那么一听 你睁着眼闭着眼的 你让我走了 我真的约了好几家餐厅 我得去吃 不行 黄月哥说了的话 我就得置信 你要敢让我在黄月哥面上丢人 我就 走 别拽啊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的网站上开始出现大量的虚假信息 主要集中在房屋租赁板块 少量涉及其他板块 我们有理由相信 之前攻击过我们的对手 再次对我们下手了 那能有什么损失没有 目前还无法统计 而且更多的损失不只是表面的 而是深层次的 我让宣传部门监测了一下论坛的舆情 发现现在用户抱怨非常严重 抱怨信息太过复杂 以及垃圾信息太多 固满情绪开始涌现 那这事到底谁干的 通过发布信息ID的IP地址 技术部门做了调查 发现很大一部分IP 都来自同一家中介公司的几个门店 那么多门店呢到底哪家啊 楚地中介 楚地中介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叶之秋啊 肯定是这孙子干的 我跟你说 我一直顶着他的 他现在就是楚地中介的副总啊 那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是他呀 我让我爸发誓啊 我让我爸发誓 肯定是叶之秋这孙子干的 高培复说得没错 我派人也调查了一下 发现这些虚假信息 的确是叶之秋先令发出去的 小时 诶